家福基金会主任林秉贤说 前往约旦两个难民营 都是在沙漠中以货柜屋堆叠出的聚落 出入管制相当严格 家福带了简单的物资 提供服务外也安排青年志工 表演舞蹈魔术 纾解难民离乡背景 生活不适的压力和伤感 家福接下来还要投入难民协助的工作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很多孩子实际上他应该要上课的 我说的是国民教育 但是他整天都躺在那里 坐在那里 在一片沙漠中 上面是烈洋 所以你说理论上他可以去就学 但实际上包含空间 机会 有没有人鼓励他 陪伴他去就学 没有 家福志工冯甲大学学生王俊明 曾经前往斯里兰卡担任志工 他说难民营的孩子 跟台湾的小孩一样天真可爱 可是当地缺乏资源 让他反省 其实自己已经很幸福了 台湾这个环境就是 有些人常常会抱怨就是我们的环境不够好 但其实相对来讲 反观在那里在世界另外一个角落 其实有人就是很羡慕我们的环境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珍惜 就是现在拥有了一切 家福基金会协助海外34个国家超过68972名儿童 今年10月将正式在约旦设置办公室 明年启动约旦计划 希望陪伴难民营的孩子健康成长 记者许金碎台北报道